好,那么吉安乡长游淑珍就表示了 聚会所扮演着生活教育、记忆传承 以及凝聚部落精神的共通角色 地井市部落文化聚会所 不仅仅是提供部落族人文化以及生活使用 也可以发展成吉安乡环境 自行车步道重要的新兴观光景点 吉安乡公所遵循部落传统习俗 由祭司们进行厨绘仪式 透过南华部落头目曾安秘的带领 全体族人唱诗歌与祝福 期盼为场地使用带来平安祝福 那当然我要感谢圆明慧 他能够听到我们部落的声音 他们也回复也回应了我们的要求 那也要更感谢我们的立法委员 帮我们争取这个部落的聚会所 没有他们的努力 我想今天可能也还没有机会 做到我们聚会所 吉安乡公所争取新建工程总经费 或中央补助总经费1500万元 动土典礼包含县长徐真卫 吉安乡长游淑珍 原明会主委蒋巴鲁尔 多位立委议员代表 在地同睦正安秘共同祈福 期许聚会所早日完成 并提供族人传统祭 以及日常特殊活动典礼的使用场地 今天是快乐开心的日子 一年好吉他 南华部落聚会所 我们非常期待的在今天动工 过去我们变更设计 我们在适性 而且在我们初音这样的山林 美丽的非常生态的地方 来建构我们的南华部落聚会所 它未来将兼具了我们部落的活动 传承的这样的一个礼仪文化以外 更是我们休闲在我们山林间 在我们的整个初音水寸的 风光明媚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动工启动了 带来给部落的喜喜幸福 跟未来部落文化缔造传承的一个 适性的地方 在工程期明年一直延伸到 111年的4月 我们会把地方的建设 落实的更好 我们会把乡亲整体的 营造生活的生活圈 跟我们带来满是 部落文化的部落文件站 带来更多元 更多功能的使用的 这样的执行计划来圆满 乡长游淑珍在致辞时 感谢中央圆明会 挤注经费 及立委 花莲县政府 吉安湘民代表会 肯定与支持 聚会所扮演着生活教育 技艺 传统 及凝聚部落精神的 共同角色 还可以发展成为 吉安湘 环湘自行车步道 重要的新兴观光景点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道